新北市長侯友宜現在很可能會被國民黨徵召來選2024的總統大選 所以現在也傳出他的這個競選團隊是不是也已經開始在佈局了 現在被點名的大家都看到的是他的選舉的老班底 像是新北市的副市長謝正達 他在這個2018還有2022都來幫侯友宜操盤選這個市長的選舉 而且都是贏的 所以其實侯友宜就曾經非常的肯定他 而且還說謝天謝地謝正達對他表達高度的肯定 所以現在都說了 如果謝正達要來幫侯友宜來選舉的話 是很可能會擔任他的一個核心的服選的角色 但是因為他還有副市長的身分 所以現在也被說是不是很有可能來請辭 不過現在這些都是沒有確定的 另外一位角色也是他們的新北市的副市長劉和然 他被稱為是侯友宜的市長的接班人選 而且他被負責的這個責任就是要來看家 看的就是新北市這個家 因為他最主要的就是要算市府團隊來抵擋綠營的攻勢 所以他跟謝正達是不一樣的 他最主要就是要幫侯友宜來充斥市政 來降低侯友宜的後顧之憂 還有一位也是新北市府裡面的人 也就是副秘書長張祈強 張祈強他在這個媒體的經驗非常的豐富 而且他的行政歷練也很完整 他在2022年的時候 其實是擔任侯友宜競選辦公室的執行長 大家對他的表現也是很肯定的 但是他自認為他這個全國大選 他是欠缺火候 經驗不夠 所以他說他現在還是沒有任何 接到任何大選的指示 只是現在國民黨內的人也說了 他們說如果侯友宜他要參選的話 他們認為張祈強還是會擔任 輔選的角色 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